在前一节的课程中我们已经为Drupal网站建立了第一份的内容 那么在这一节的课程中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重新编辑一份已经存在的内容 另外我们在上一节课程建立内容的时候有一些内容的设定选项我们还没有操作 在这一节课程中我们顺便把这些关于内容的设定项目把它介绍一下 首先先来到我们Drupal的网站 网址是localhost myDrupal 7 同时我们是利用temp这一套AMP架构工具加进来的 在上一节课程我们建立了这一篇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为它做编辑 那么目前因为我们还没有登录进来的情况下 是没有任何可以编辑的操作 所以我们先使用admin把它登录进来 登录进来后我们有工具列跟捷径列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在我们的第一篇Drupal文章这里 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连结 点按这个连结可以来到这篇文章 另外在这一个标题的最右边这里有一个工具图像 我们点按一下 你可以发现里面有两个命令 一个是编辑一个是删除 如果点按编辑的话 可以马上进入这篇文章的编辑 这是通常的一个做法 另外一个要编辑文章的做法是 我们来到工具列的内容 接下来透过衰选条件的设定 然后找出你要的文章 在你找到的文章后面这里 有编辑跟删除两个命令可以操作 从这边也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文章进行编辑 或者是在文章清单中 你如果点选标题的话 可以来到这篇文章本身的内容 好我们就点按它一下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篇文章的内容 你可以看到网址是node4 后面还有一些符号 这个符号目前是没有作用的 因为它等号后面应该要一些参数都没有出来 所以它等同于是node4 然后后面这些符号不见了的效果 ok现在我们在node4这篇文章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有两个页签 一个叫做-4 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完整的呈现 另外一个是编辑 这一次我们点按编辑这个页签 它还把我们带到这篇文章的编辑画面来 从面包屑这里你可以看到 首页接下来是来到了我们的第一篇珠婆文章 再往下 我们准备改一点点东西 这个内容我们准备改一下 同样的请你来到我们附带的课程练习档 然后这里我提供一个我们的第一篇珠婆文章 把它打开来 所有的文字呢 你全部把它复制起来 再来回到这边 将这些文字全部自换掉 把它贴上 这次我们的文章内容更多了 再来再往下 这些我们都不动它 接下来来到内容的设定项目这个地方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项目的操作跟意义 首先第一个是选单设定 如果你勾选了选单连结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挂到选单上面来 那么预设的标题呢 会是你这篇文章的标题 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例如我们把前面三个字把它拿掉 现在选单上面的连结标题叫做第一篇珠婆文章 接下来你可以为这个选单项目建立一个说明内容 这个内容是当浏览者版滑鼠滑到选单项目上面时会出现的一些说明文字 再来选单必须挂到某个地方 所以呢这里有一个选择上层的项目 它是挂在逐选单上面还是挂在首页上面 我们先把它挂在逐选单上面再往下 这里有一个权重 挂在逐选单的选单项目可能不止你这一个 可能还有好几个 那么谁排在前面排在后面就靠这个权重来决定 权重越小的排在越前面 权重越大的排在越后面 这是在珠婆里头 权重的通常的使用方法 选单设定完成以后呢 我们再拉上来一点点 再来我们看一下修订版本资讯 在珠婆系统中 关于内容的修订是允许做记录的 有了修订记录之后 你可以比较两次不同版本的修订的差异 或者呢把过去的内容再重新叫回来 作为现在的内容 第一次我们为他建立一个修订版本 然后呢在于版本上的讯息呢 我们简单告诉他 这个是我们的出版 待会呢我们还有一节课程呢 会来介绍这个修订版本如何应用 接下来这里有个网址设定 还记得吗 我们这篇文章的网址呢 叫做node4 如果所有的文章通通用流水号来编排 在网址上面可能不太容易显示出它的意义 所以我们可以为他提供一个网址编名 例如我把它叫做 my first article 这样子这个网址编名 跟这篇文章的内容本身是不是就呼应起来了 这对于未来在搜寻引擎优化 也就是说如何让Google或者是Beam或者是Yahoo 能够很容易的找到你这篇文章 你这个路径编名呢 也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效果 当然这个路径编名你也可以使用中文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回应设定 每一篇文章是可以设定是否允许让使用者来做一些回应的发表 如果你不希望使用者发表回应的话 你可以把回应的功能把它关闭掉 例如说 假如你有一篇文章叫做关于我们 这个关于我们是针对你的网站或者你的公司 或者是你本人所做的一个介绍 你不希望人家在这个介绍上面做回应 那么你可以在关于我们这样子的文章上面 把回应设定把它关闭掉 再来是作者资讯 我们这篇的作者是Admin 你还可以把它改为是其他人 例如我把Admin改掉以后 把它打上V 那么JUBO系统会把现有的使用者清单 由V开头的找给你 你可以从这里重新选择 例如我选择这篇文章的作者是Bend 这个动作我们不要做 我们还是先把它还原回来 下面这里还有一个说明 它说如果你留空的话 那么这篇文章会以匿名使用者 来作为它的发布者 在JUBO系统中虽然允许匿名使用者的方式 不过我不太建议你这么做 因为在JUBO中每一个使用者 也有它自己的使用者ID 而匿名使用者它的使用者ID 刚好为0 这个ID为0的匿名使用者 在后续资料库维护上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小麻烦你要懂得处理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想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麻烦的话 建议不要让匿名使用者来作为你的文章的作者 在接下来这里有一个发表日期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发表在5月12号16点36分18秒 然后后面有一个时区的设定 刚好是加800 如果你把它清除掉的话 然后重新按储存 那么发表时间会以你重新按储存的时间 再填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我们也先不做操作把它放回来 最后这边是发布的选项 发布的选项一共有三种 一个是已发表 目前是勾选的 表示说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出去了 如果你把它的勾选取消 那么这篇文章就变成了未发表 未发表的文章只有作者跟最高权限使用者才看得到 一般的user是看不到这篇文章的 我们再把它放回去 让它变成是已发表 接下来 首页推荐 是关于这篇文章 要不要把它推荐到这个Drupal网站的首页上面来 如果你有勾选的情况下 那么它会把它先摆到首页上面来 再来 字顶 字顶就是说放到最上面的意思 如果有100篇的文章 通通是推荐到首页 这种情况下大约只有20篇的文章会被呈现出来 那其他的80篇就被排挤出去了 假如其中有一篇文章 你希望它不要被排挤出去的话 那么你可以点按字顶 珠婆在决定有哪些文章可以呈现在首页上面的时候 关于有被设定字顶的文章会被优先挑选 所以它就很容易的可以排在首页上面来 设定完成以后我们按储存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篇文章储存后的效果 首先来看一下网址列 原本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做Node4 那么现在我们给它一个网址编写以后 它现在变成了MyFrostArticle 这样子的网址名称是不是看起来就亲切多了 第二个改变是 刚刚在我们的选单中只有首页 现在在首页的旁边又多了一个叫做第一篇珠婆文章 这是我们刚刚所设定的选单 这个选单点按之后会来到这篇文章本身的网页上面来 再往下 往下这边是我们所增加的内容 现在内容比刚刚第一次的版本多了很多东西出来 好 在你了解的如何把一份内容重新叫出来编辑之后 请进入下一节 我们准备要以另外一种内容类型来建立新的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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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